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书写的一个练习的笔触就是画八字 那其实你要画出一个八字是从小逐渐的放大 让它形成一个等一三角形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变成一棵圣诞树了 所以我们先要确定这个树的抬头的位置 然后大概从这个位置开始我们可以走我们的笔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基础的人 那你可以不做那个笔触的变化 你就可以这样匀速的用笔 然后到最后呢收一下 这样子又是一个圣诞树尾的样子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画法 如果是有感兴趣的小伙伴想要学那个非常fancy 并且它是有一定的笔触变化的方法的话呢 那你只需要在画八字的时候呢 有一些笔触的变化 你看你稍加失利的话 这个笔触就会变粗 看到了吗 你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画八画出你的圣诞树 那么现在呢 我再给大家展示一版这样子的圣诞树 那同样是拿出一张白纸 我们确定了圣诞树的起笔位置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构图和绘画了 其实是在书写 然后呢你看首先呢 你先轻落笔 重回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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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如此反复反复再反复 这个树的主体就出来了 最后呢 你需要做一个小小的收尾 作为圣诞树的这个树干的部分 这样子的话 它一个大概的形状就出来了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需要给它做一些装饰 那么我用的这个钢笔 是来自于卡维扣家的这个学者系列 我就用这个古铜色给它画一颗星 在它的顶端 然后画一颗小星星 这样子 你看非常简单 虽然我画得很丑 然后你再可以给它放一些光芒 对吧 就是它上面那个star就出来了 然后呢 圣诞树上的一些装饰呢 你就可以用你各种颜色的这个钢笔 我用的是这个灵美的红色 然后你就直接画这个圆圈 去点图它就可以了 就是你想画多少画多少 你让它均匀地散布在这个树的主体上 你可以 如果你有各种颜色的彩墨和钢笔的话呢 你也可以怎么说 就是用各种颜色去装饰它 比如说再接着登场的呢 就是这个来自于血乐的这个鸡尾酒系列 血乐14K 然后我再加一些黄色的点 对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让这个树看起来更加的豪华 然后丰富一些立体一些 这个结束了呢 你还可以再加其他颜色 我还会选一个浅的绿色 然后这是那个灵美的一个恒星系列 all star系列的一个年度纪念色 是一个绿色的 所以你再加 这样子的话 你看它节日的气氛就出来了 因为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西方的文化里面 它的圣诞颜色是红色和橄榄绿 所以你就可以用红色或者橄榄绿 在下面写一个圣诞快乐 或者是Merry Christmas 你都可以啊 比如说我们用中文写圣诞快乐 对 你可以这样写一下 然后呢 你再用另外一个红色的笔呢 去写一个英文版的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 Mas OK 这样子的话呢 一个小小的圣诞树 一个钢笔笔触的圣诞树就画好了 同时也借此机会 非常感谢所有陪伴Up主 到今天的每一位小伙伴 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支持 我才能坚持更新视频 并且一直做到现在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也祝大家今年圣诞快乐 同时体现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2021年再见咯 Bye